10分钟教会你打板技术 5分钟教你一套在股市里面翻倍的操盘技术 10分钟教会你我10年研究的操盘系统 想学吗?想学就先点赞收藏 不会吧?你真的相信我上面所讲的话 你真的相信10分钟你就能学会一套交易系统 你真的相信5分钟就能让你掌握打板技术 你真的相信你看了一个10分钟的视频 突然间就在股市里面顿悟了能够赚钱 你真的相信你看了一个10分钟的视频 就真的捡到宝了吗?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12345也没有任何用的 任何一道操盘技术都是要花长年累月的时间去学习的 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一步一步的砖研 最终感悟到自己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还在被这种标题所吸引 你现在还在被这一类的文章所吸引 那么我只能告诉你 并且你在股市里面一定还会亏钱 因为在你的心里你已经低估了在股市赚钱这件事情的难度 你把在股市赚钱这件事想的过于美好 过于简单 过于单纯 你认为是有秘方的 你认为是有诀窍的 你认为真的靠学习就能够在市场里面赚钱的 很多新手朋友也在跟我们讲说 你这个系统能不能分享给我们 我是一个新手 我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操盘技术呢 我给了两条路 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一直给的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好好去学习 第二个就是大量的统计和复盘 并且要有大量的记忆 在我们有一期节目里面呢 我们提过要有做十道题 很多人说这十道题不可能做出来啊 我或者说我不会做只是十道题 我也能在股市里面赚钱呢 我们所讲的十道题 其实基本上都是靠背诵为主 目的是让你对这个市场有更刻骨铭心的了解 就好像有的人学英文 他不用背单词 也能讲的一首好单词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而言 如果说你不背单词 你能不能突围呢 不行 所以在股市里面啊 想要真正的实现盈利 想要真正有自己的操盘系统 无非就这三条路 第一个你好好的去学习 大量的阅读拓展你的认知 同时大量的统计和大量的数据 感知这个市场 感知价格的波动 最后就是大量的背诵 让自己脑袋里面真正的存留大量的市场信息 钢铁行业的周期是怎么运作的 是吧 煤炭的龙头有哪一些 这些知识难道不应该去背诵吗 你连这些都不愿意去背 这些东西都不愿意去记的话 这个股市凭什么回馈你呢 是吧 你是天才吗 我们不否认有天才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天才 你要么就靠时间去赚利润 你要么就靠能力去赚利润 就像这两天有个新闻是吧 5万块钱 一个老太太5万块钱 结果去销户的时候 发现赚了500万 这是靠时间 也靠运气 但是你想要靠能力的话 基本的记忆 基本的统计 基本的学习 这些是跑不掉的 像什么5分钟10分钟20分钟 教会你一套操盘技术 学会一套打板的技术 让你快速实现盈利解套等等等等 这种话你还去信的话 应该反思的不是这个世界 而是你自己 我们在讲一套技术的时候 我们会分很多很多期去讲 会拉长这个时间线去讲 因为有太多的知识点 太多的石盘变化 需要去讨论 需要去研究 需要去统计 需要去分享 所以学一套技术 没有那么简单 好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